喂喂喂测试测试 喂喂喂测试测试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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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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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Division就是 我們可以這樣說啦 就是XI要這樣剪掉它的min 所有的min 所有的min 就這個min 我們把它叫做μ好了 就直接叫μ 不要把它也會再寫掉 因為它已經算出來了 然後呢 把它做平方和除以 這邊100嘛對不對 100來說是除以100啦 什麼Sample-min 但是為了讓它校正 100-1 因為 為什麼咧 因為 你可以想像一個特例 就是只有一個東西的時候 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算出來它的 它其實是沒辦法算 但是如果你直接除以1的話 自己減掉自己的平均 因為只有一個平均等於自己 所以你算出來的Sign-Division是0 這顯然不太對 所以真正的情況下 是一個東西 你根本沒辦法算Sign-Division 沒辦法估計Sign-Division 你這邊就可以完全反映了 如果你這邊是1的話 1-1等於0 你沒辦法估計它 沒辦法估計它 兩個以上東西你才有辦法估計 你才可以估計它們跟中心點的距離 所以這個東西是算出Stand-Division的方式 但是這個因為你大量的時候 100-100-1其實差不太多啦 會差一點點會差一點點 那一般來說我們可能就是用Sample-min 來看 但不管怎樣你會得到個min 看它的一個Standard 這是Fariance 開根號才是Standard Deviation 這是Fariance 這是Fariance Sample-Fariance 那什麼叫做Normalization呢 我們把我們的資料 扣掉min Tree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xi 減掉min TreeStandard Deviation 好 那我們會希望 就是如果它數量多了 有點像是常態分佈 就會變成一個標準的常態分佈 就是它的min集中在0的地方 中心點在0 但是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等於1 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是等於1 這是我們希望的事情 就是我們把它變成一個正規 那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Normalization Normalization Normalize Normalization 正規劃 好 那Batch Normalization是什麼呢 就很單純的就是 我們進來知道不是有一個Batch嗎 X1 X2...X3 我們對它去做Normalization 對每一個Batch MiniBatch 不要X3我們就X16 32好了 32 因為這個算是一個常見的一個 MiniBatch的Size 像32 我們對這些資料去做Normalization 對一個Batch一個MiniBatch 去做Normalization 那這就叫做BatchNormalization 好 但是實際上是怎麼做呢 我們是對個別的Future去做 這X1是要代表一些東西 但是它其實每一個裡頭都有一些Future 這個每一個裡頭都有些Future 比如說我們可能有個什麼 七八四個Future 隨便舉個例子 剛好跟28x28一樣 但是 只是一個你的Future數量 看你自己決定它的Future數量 那這邊到32的話 也是可能也是一樣 那你的BatchNormalization 要怎麼去做呢 你是個別每一個Future去做 你的Future1去自己做Normalization Future2去做Normalization 這邊可能是身高、體重、年齡、性別 就是0或1或者是其他數字也許 但是就是 然後 學歷可能也是個 可能照不同的學歷用一個數字 或者滿意度什麼的 也可能1Hard的 上面可能1Hard 滿意度啊什麼什麼東西的 每一個Future各自去做 因為這樣比較合理 為什麼呢 你要是 比如說你一個性別 是只有0或1的 然後另外一邊是體重 可能是50到100的 那這邊跟它去做Normalization 就沒意義了嘛 所以個別Future 會個別去做Normalization 這兩個去做的話 你平均到一個 詭異的數字 這個的StandLivision沒有用嘛 所以一定是個別Future 去做是比較合理的 所以BatchNormalization 就是每個Batch 的每一個Future 去做 對每一個Future 你去在這個Batch 裡頭去做Normalization 所以你除下去的分母是32喔 就是你去取MIM的那個分母是32喔 你去取的那個分母是32喔 會是那個東西 這是BatchNormalization 好那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是2D的圖片的時候 有兩個問題 我先不要講圖片好了 接下來你在訓練的時候 你都這樣做沒有錯 你在訓練的時候都這樣做沒有錯 你就是每個Batch 你去算個MIM 然後扣掉它的 然後處理它的StandLivision 我剛才有寫那個東西嗎 就在前一頁 在前一頁 我應該點兩頁 每一個Batch 你都是這樣做這件事情沒有錯 可是接下來 Watch Inference 這時候你很靠近去做Inference 我們之前Batch32嘛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人丟給你一張圖片 這邊寫一個3 可能是3啦 但是你就要秀你的MNIST的Class5 你的模型在這個地方 你的Model 你就很開心的要秀你的模型 你的模型 好那這樣一樣 就你丟進去發現之後 我沒有MiniBatch 我只有一張圖而已 我要怎麼去做我的BatchNorization 我這張圖丟進去之後 我沒有Batch 我要怎麼去做我的BatchNorization 不曉得怎麼做 對不對 那想說好吧 你要丟幾個解法 第一個就是說好 你去 請你再多寫31張 或者再把它丟進去 這樣感覺有點怪怪的 你一張圖 也許你這個東西 不見得是要手寫辨識 你可能是一個影片進來 你要不斷去做辨識 你怎麼可能累積到31張再做一次 累積31張做一次吧 還是你要浪費時間 就是 我前面32張 你就是前面32張做一次 接下來第33張進來的時候 我把第一張扔掉 還是有32張再做一次 第34張進來的時候 把前兩張就是第一張第二張扔掉 還是有32張再做一次 這樣很浪費時間 還是說我從資料集裡頭 去挑一些東西 挑31張補齊去做 都不太好對不對 也可以啦 你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這樣做 好 那真實的Bash 軟體是怎麼做呢 它是先把 原來的資料以後的 mean 跟 sigma 做個統計 它是用 running average 它每一次進來不是一個 batch 一個 batch 進來嗎 這時候還算出一個 mean 跟一個 standard deviation 下一個的時候又算出一個 mean 跟一個 standard deviation 他每一次拿到東西 他去做一個 running average 也就是所謂 running average 就你可以把它看成 exponential 的 moving average 也就是我每一次進來的時候 我把過去的東西過去的平均值乘上 0.9 加上我新的東西乘上 0.1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動態平均 這個時間只要一久 它就慢慢趨近以後面的一個平均了 就是會越來越缺 就是比如說你的 東西是像這樣往上提升嘛 就是一個線性的 也沒有 你知道後面如果去到一個穩定 那因為每一次都是 0.9 乘0.1 一開始平均也許比較低 平均也許比較低 但是後面因為都維持到固定的 你只要出現夠多次 它就慢慢就會接近它 因為每一次都是 0.1 乘上 0.9 的它 雖然一開始固定的東西 0.9 比較大 可是你這個 0.1 次數比較多 你下一次它這邊就只剩下 0.81 再下一次這邊就只剩下 0.729 再下一次就是 0.9 的四次方 0.9 的五次方 因為它不是 1 它比 1 小嘛 所以次數夠多的時候它就會 這個份量就慢慢不見 只會留下後面 留下來的份量 所以這是 running average 好那它在訓練的時候 就統計好了這個 mean 的一個 running average 和你這個 sigma running average 所以當你在做 inference 的時候 我的 mean 和 sigma 就不是在現場直接一個 batch 一個 batch 去統計 而是用之前統計下來了 已經得到的東西 那我就可以去做 normalization 做完 normalization 之後就可以做所有事情了 好那這個 mean 跟這個 sigma 並不是只有算 input 因為我們 batch normalization 會加在中間的層 也就是我們這整個神經網路 好可能進來之後 什麼一個 convolution 然後這邊一個 batch normalization 然後下面一個 convolution 然後這邊又做一個 batch normalization 這中間都會做喔 你說為什麼不直接把訓練集 直接做統計就結束了 不行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是只有 input 也有可能會做 normalization 我們可能在中間的一些 hidden layer 都會做 batch normalization 那中間的 hidden layer的 mean 或 standard deviation 就需要去做個統計 那一個方式就是你模型訓練完 最後訓練完之後 我再丟一次去做統計之後 但另外一個就是你在訓練過程 就像剛才那樣做 其實就OK了 好所以你得到的 mean 和 standard deviation 你會得到每一個layer 你都會得到你的 mean 和 standard deviation 跟它channel數一樣多 mean 和 standard deviation 跟它channel 應該說future 數量一樣多 你會有一大堆的東西 然後你在做 inference 的時候 就不用去做統計 就直接用你之前訓練得到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evil的行為 你的model.evil 他就會用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是用model.trend的時候 他就會在每個batch 每個batch 自己去做算它的 mean 和 standard deviation 好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我只有一張圖片 不是圖片 如果輸入是圖片 我要怎麼去做 它的 feature 怎麼算 如果輸入是一堆圖片 就是圖片它可能 convolution 它可能好幾個圈 那它的 feature 怎麼算 你每個pixel 每個pixel 每個pixel 都要去算嗎 還是什麼的 在 conclusion 這種 channel channel 等於 future 在這種 context 下面 你所有要用future的地方就是channel 所以你的channel指的是 這一張 好這個channel 所以你好幾個batch 所以這邊有一組 可能兩組 三組 四組 好這個batch也有 好可是你的feature就是 這一層就是叫做一個feature 好我講更清楚好了 就是你的分母是什麼 你要除的分母是你的batch size batch size我們通常寫是n 大n 然後你的寬度 因為這一層 所有都在同一個feature裡頭 所以你的圖片的解析度的 寬度 你的高度 就這樣 好這是你的分母 你每一次要算mean的那個分母 你算出來會有channel數這麼多 你這邊是C 我們通常寫C 你有C個channel比如說RGB有三個channel 中間可能有32啊 可能64個channel 這是你的feature的數量 你的C就是你的 因為channel就是feature 你的讀法是channel就是feature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模型啊 他一開始就對feature是做什麼的 所以你的分母其實是n batch size乘上w乘上h 不是n而已喔 你的那個東西不是只有n而已 就一般來說你就convolution 那你可能想說 欸 我每個點就是一個feature 我想這樣看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那樣的話你的那個 stain deviation跟mean就會有 你就不是C個了 你叫C乘上w乘上h了 但是這個東西會比較符合 convolution的特性 因為convolution它可以 有不同大小的圖片 它都可以做 但是你學完的那個feature 如果depends onw跟h的話 它就不那麼convolution 就不那麼convolution 然後會有這種問題在這邊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wh會是在分母裡頭的 你會把它除掉 你記下來的東西只有channel的數量 這是在2d的東西會這樣做 所以你如果就算是你只有一張圖片 你還是可以做某種情況意義下的那個 你如果是一個什麼n乘1的這種東西 就是你的base size是1 然後你的feature數量 但是你batch size是1的話 那它做 這基本上就是你的是一個table的資料 就是什麼身高體重年齡啊什麼 你要是你的base size是1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做batch normalization 但是如果你是圖片的時候 你就算只有一張圖片 你還是可以做batch normalization 你還是可以做batch normalization 然後這是你完全可以做的事情 好 這是我們需要去 這它的一些小小差異 好了 可能還會留下一個問題就是 好 我們在這邊 evaluation的時候做的是一套 在那個model training的時候做的是一套 那這樣會不會造成它在訓練的時候 跟它在inference的時候 它的行為不一樣 有沒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呢 導致我的那個準確度的偏差 或什麼 很多時候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有可能會發生 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這個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 不是 不是那麼常發生啦 好 就是你還是 batch normalization還是蠻值得信賴的 好 還是蠻值得信賴的 但是如果你懷疑的話 你可以試著把那個 train這個東西打開 確定它沒有drop out 你要確定它沒有drop out 如果drop out的話 你這個行為又不 嗯 也不是完全不行啦 因為你會完全跟train的行為 你會發現 如果你在train的時候 loss很低 你在train的時候loss很低 你開trainmodel的時候loss很低 但是你在prediction的時候loss差異很大 當然有可能是就是 就是你的 有可能就是你的那個 testing data跟你的training data 差異太大 可是如果就是你overviting了 但是你已經做了很多避免overviting 你可以相信它一般overviting不會這麼嚴重 而且甚至你的training data 跟testing data 反正就是抽樣出來的東西了 所以你可以很相信 它們的那個統計行為應該很接近 但是你會發現 你卻發現說 它們的那個表現還差異很大 這時候你就可以試著用那個 回到前面 我不要忘記貼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training跟evaluation 如果它真的差異很大的時候 有可能是因為每一次統計出來的東西的行為會不一樣 好那這時候其實可能代表 有可能代表就是 你可以試試看 圖片那時候有可能它會比較可能會發生 因為它有點小的差異 你的視覺上面就有差異了 好那有可能會有這種現象 那這時候你可以把它都調成training的情況 或者是你去用你那種instance normalization的東西 它就不是一個batch一個batch 它是每一次就那張圖片 就有個叫instance normalization instance normalization 它基本上就是每一張圖形 每張圖形去做的 好那這個東西就會在 比如說stile transform stile transfer 或者stile的地方比較常常碰到 好我趕快把我的內容都講完 好我們回到那個 有時候會稍微 好也不是稍微 就常常會偏到一些額外的主題去 額外主題去 好那光是這邊其實你的基本的模型 古典的模型 也不能說古典五年前的模型 或六年前的模型 其實就你可以去自己拼湊還蠻多的 最多再加上這個東西叫resnate 就是research your block這個東西 它做什麼事情呢 它基本上在做的事情它是 你看這個東西 這是它的一個一個狀況 好也就是我們常常會希望說我們進來的x跟出來的x 其實它們不會差那麼多 特別是你好幾個人 像我們剛才那個vgg 你會有好幾人類似的層疊在一起 它如果變化很大 也不太可能 我們通常都只要學一點點東西就好了 好所以它就把它合在一起 讓它只學它的叉值 也就是說我們最後的輸出變成x加上fx x加上fx 你只要學上fx減掉x就好了 我們最要學的是x啊 fx 但是你的fx可能跟你的x本身就很像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只要學它 那這時候用初期的有效 好 這東西 我們 如果你把你說你的那些convolution的block 全部換成這個東西 會得到非常好的結果 好 這是叫做race block race block 這個東西很有效 很有效 好 好 那有的時候我們會做這件事情 嗯 所以你這邊再加一個1x1的convolution 因為你這邊出來的那個channel不一樣 你就做1x1的convolution 好 讓它能夠合在一起然後相加 因為它channel數量可能不一樣 那這時候為了讓channel 1x1的convolution 很多時候就是一種手段 希望來讓它的channel數量能夠相同 那這時候你可能可以做相加或做什麼處理 你只要發現這兩個channel數量不一樣 我希望它的channel是7個channel 可這邊有6個channel 或這邊有12個channel 不用擔心 你就加一個1x1的convolution 把它調整成一樣多channel 就可以了 這是技術上的一種做法 好 這很常會做的東西 好 那這邊有個resnet的model 你可以參考它的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都還是你可以首刻的 如果你要再複雜一點點 你單純的就用 別人已經預設好了 你就通常不要再調了 會更好一點點 好 那resnet的就是在額外多加 它比較變寬了 好 它這邊有好幾個不同的合在一起 把它concade在一起 好 這是一個resnet的block 你可以把它試著去取代 取代那個resnet 那一般來說調好的resnet的模型 還是會比resnet的強 一般來說就還是會強 有時候差異不是那麼大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要好一點的話 如果你覺得resnet不錯 通常你用resnet都會再好一點點 都會再好一點點 好 這個以經驗法則來說 就如果你只要選一個模型的話 你就用resnet 你只能就是選好就不能 下好離手不能換的話 你用resnet其實是還不錯的 resnet還不錯的 但如果你已經用resnet 通常就不要再 你還是可以用這個block再兜幾個 有的時候還可以兜幾個 但是除非你有一些 你的模型如果是sequential 或者是你就是做一個image classification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做這些 你會用到這些的時候 你通常都是 就是你希望一個長得蠻特別的模型 就是比方說你在做生存網路 你要去模改那個模型 然後東連一個西連一個的時候 你會用到它 但如果你要做image classification的時候 可以暫時不用到它 好 那常見的還有一個dansely connected 這也是很常見的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可以不需要 就你自己首刻的時候 可以不要用到它 它就是我這邊然後跳到後面 它skip connection跳更多了 有點resnet的意思 但它可以跳就是連更多 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 我自己會用到resnext就到那邊 但是參考一下就是你還是可以用 就是你會覺得說我的經驗對你來說沒有幫助 你就覺得這個每次一定要用也沒有問題 你知道有這個東西你有個選擇就好了 不要說你完全沒有不知道這個選項就可以了 好那我自己的話我是覺得resnext 其實就是到resnext就好了 你自己首刻東西其實到resnext就好 除非就是你還是你自己試的時候 因為resnext比較簡單啦 它也比較不會那麼複雜 用那個當作起始點我覺得是挺不錯的 如果那個還不錯到某個程度 你可以把它替換成 像resnext或者是resnext 這種東西的block來試試看 這是你可以去嘗試的東西 好那這邊它有它自己的經驗 你可以參考一下 它怎麼去設計一個convolution network 像剛才那個就是convolution network 好它這邊有比如說它這邊有一個設計 叫做anynet 然後你可以參考它的一些設計 好不過我自己有自己就一些 這reconnet也是一個東西 這些都是一些設計的一些法則 你可以參考這些東西 好但是你在真的實際上去做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用transfer learning 就是特別在computer vision要做的時候 我們會用transfer learning 然後前面會做圖片的augmentation 如果你弄到一個訓練集之後 我們都會做一個augmentation 好那augmentation我們通常會做哪一些呢 我們會把圖片去做一個flipping或cropping 也就是說我們訓練集可能就只有 就只有兩張圖片或是一張圖片好了 即使這一張圖片你很難訓練對不對 一下子over vision 沒關係我們可以把圖片做一些調整 好像是左右對稱一定要做 這幾乎是免費的 然後上下看你的情況 因為有些東西上下顛倒之後會不一樣 像人臉啊 你上下顛倒之後可能就不是人臉 然後有時候會做一些小小的旋轉 然後加一些雜訊 然後變得模糊化那些東西 然後還要做一些更複雜的東西 改變一些顏色和它的亮度啊 因為你還是認得出來是貓嘛 你的augmentation的標準就是說 我做這些之後 它不會從貓變成狗了 如果你做一個超強的變化 把它變成貓變成狗 這就不是我們要的augmentation 我們希望做augmentation就是 這個資料集它是貓嘛 然後我們希望多幾張貓的圖片 但是我們現在能夠拍攝 就是攝影師經費有限 拿到就這100張 那接下來我們就想辦法 把這100張做一些變化 但是前提是 它還必須要試試貓 那這是基本原則啦 這是有基本原則 那你可以把它做一些整合 你就可以做出大量的一些變化 那不是每一個變換都可以用 因為有些變顏色 就會讓它變不一樣的東西 像這個東西到底 還是不是一隻青蛙 其實就不是很確定 這應該是青蛙的東西 它變了一種顏色 我們就不曉得它是不是青蛙 那其他這些東西 感覺都還OK 這到底是變色啦 我不曉得它怎麼變過 但是你不能變太誇張 就是不能變太誇張 但是你可以因此而來 大量的擴增你的資料集 好那等一下我們會講 更詳細一點點 但是呢 在 Torch本身它的資料集都會 它有一個先有dataset 你這邊的話沒 它裡會建一個transformation 就是做agmentation東西 然後呢 後面呢 後面呢 我們會建一個東西叫做dataloader 這個dataloader 它本身會吐出一個東西 叫做iterator的東西 讓你可以繞回圈一次 拿一個batch一個batch出來 它會幫你負責 比如說洗牌啊 它幹什麼的的一些處理 好 那另外一個可以用的東西 我們等一下還會回到這個地方 就是或者等一下 可能是也許是下一次 好 那還有一個fine tuning的東西 就是我們通常會把一些 已經pretrain好的模型 然後去做fine tuning 好 那這邊我們會不照這個東西的順序 我們可以跳到我們的notion下面 fine tuning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做的方式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做 從PyTorch Image Models 本身PyTorch也有PyTorch Hub 這些東西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你也可以用PyTorch Hub 那邊可以拿很多東西 但是我自己的 如果只是要做一個 calification的任務的時候 我會用PyTorch Image Models 它是一個很常見的東西 那裡會有一大堆類似的東西 那它要怎麼去做呢 你去看一下它的introduction 首先它可以 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 它這邊有列一大堆模型的 包含新的舊的convolution的 或者是transformer base的 它都有一些 然後有一大堆它是 已經pretrain好模型的 比方說你光看這個什麼 像是se-resnext這邊就有一大堆 或者是剛才那個 這它的文件 這它的文件 你照著它的文件去看的時候是最好 包含它的augmentation 然後它告訴你一堆augmentation的一些方式 包含那個auto-augmentation 你照著它去做 其實就會得到還不錯的結果 它這邊會有一些它的 TIM的一些auto-augmentation存縫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就照著它的auto存縫 給它改一些參數就行了 改一些參數就行了 好 但是我現在先回到它的那個 簡單的那個 fine-tuning的一些方式 好 好 存擬這個地方 應該存擬 好 從這個地方 照它順序 好 它其實有一個更簡單的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可能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一個更簡單的 好 那首先呢 你要把一個模型拿進來的時候 你就是只要那個 呃 create a model 應該這個地方 好 future extraction 好 你只要把這個create a model 比如說exception 你只要TIM create a model 這個東西 然後你 告訴它說你要不要一個 pre-train的東西 如果你不要train它就幫你random initialize 但是如果你要pre-train它會給你一個 pre-train的東西 的那個東西進來 好 所以你一旦create a model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已經訓練 事先訓練好的模型 好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給你 starting 好 這是pre-train的model 就是你只要TIM 你知道給它名字是型的 你可以用list model 去把它有的模型列出來 那你可以給它一個search的pattern 比方說你 你就說好我現在就要resnext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resnext的東西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它出來的東西會是一個 你基本上可以把它看成是pytorch的model 一個pytorch的model 好 那你list的model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去選出 比如說你要resnext 或是剛才說什麼regnet 那個東西可以 完全可以把它拿出來 好 這是一些training 它可以首刻啦 就是你不需要一定要照它的那個 .sh去做 好 但是你可以依照它的那個 就是如果照它的這個做法的話 你可以依照它的那個share script 你只要設定好它的那個 資料集 你完全可以照它的那個方式去做 但是你可以照它的內容去做 它的那個fine tuning其實是很容易的事情 fine tuning其實是還蠻容易的事情 你讀進來之後 你完全就可以用它的training script 去做fine tuning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training script 你可以直接照它的training script來看 好它這邊有trend.py 這邊是它視線已經寫好的一些 而且它有一些argument 就是你寫一個東西 這現在很常用的就是 這pithel內建 一個argument的parter 用的好其實是還不錯啦 可以讓你的命令列上面 它可以吃進去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每一次可以用不同的產品 可以快速讓你做實驗 好 看一下這邊 它這邊太多的那個東西了 好我們找一下它的 好 那它真正重要的東西是 你的model進來之後呢 我去create這個model create這個model 好 好 那 你 不同的任務 你可能會有不同的output class 比方說手寫的數字辨識 或者sifar10的話 可能都只有10個output 那它一開始pre-trained 可能只有1000個output 那這時候你可以去指定說 它的output有多少 然後你的input channel也可以指定 好 可是這時候你就會想了 我現在要pre-trained model的話 我現在這個input channel 如果數量不一樣 它會怎麼做 還有output 它不一樣的數量 會怎麼做 它這邊有告訴你詳細 它怎麼做 就是 我有忘記了 好像是多一層 還是直接砍掉 通常就是你在那個 它不是有輸入是3嗎 本來應該是3的它的weight 不然我們就直接砍掉 直接用其他東西丟進去也可以 不然就是把 你輸入如果有4層或什麼的話 就把它變成那3層 但是我記得它這邊的輸入層 你應該可能只能用1或者是3 如果1的話 它就把它直接重複 把那個1層重複三遍 3層就用那3個東西進去 但是一般性來說的話 你可以試著把 那3前面再多加1層 convolution 然後位給那 就是原來你是 原來你的input channel 是10好了 或者什麼都 或者4或者6 反正你就多個1層1的convolution 把它channel變成3 然後位進去就好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你channel數量不太對了 一個工具就是1層1的convolution 你就把它channel變掉 然後塞進去就好了 那output的數量就是 最後一層它一定都砍掉 然後最後是讓它去學的 就那個output的channel number of classes 就是output的channel 好 這邊就是它的 然後它後面有一個訓練的回圈 應該在下面 好 它訓練一個dataset trend dataset eval 然後後面有一個直接不同的augmentation 它可以讓你去設計好 好 然後呢 你就用它後面有一個訓練的 應該是channel的回圈 好 它這邊有個手刻的一個回圈 手刻的回圈 它其實刻的還不錯 因為它這邊還有一些matrix 告訴你 它要怎麼去把這matrix拉出來 好 所以如果你要做訓練的話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模板 然後直接用TIMS 直接揪進去訓練 就是你要的東西 你要改的東西再去把它改掉 好就可以 這會比你一開始 全部從頭開始手刻 會更完整一點點 而且考慮到更多 不過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用它pre-train model 那 OK 這是你一個可以參考的一個點 它會做的比較完整 因為你從 如果從頭到尾自己刻的時候 通常會 東丟一個 或西丟一個 那它train的每個APOC 它是用這個函數 就每個APOC 讓它去繞那個回圈 去做train 好 所以你看這邊也是一樣 它沒有太複雜的 就是model.train 然後 然後 接下來就是每個batch 每個batch去繞 它input跟target去繞 然後去做real gradient 然後去做backprogression 就是一樣做這個東西 然後optimize.step 完全一模一樣 它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它有多一個叫做EMA的東西 就是exponential的moving average 它可以讓 等於是自己模型 自己內部去做一個ensemble 這是一個現在很常用的手法 去額外去訓練一個EMA的模型 也不見得每次都有笑 但是很多時候它可以 讓你訓練出來的模型更加穩定 它產出了 反正你至少得到兩個模型 一個是EMA 自己的ensemble模型 那還有一個 它最後的last checkpoint 你可以得到兩個模型 只要訓練一次 就得到兩個模型 挺不錯的 所以這是一個快速的方式 另外還有一個快速的方式 就是剛才有介紹過的scorch 因為我剛才訓練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我剛才直接先介紹 這個pytolch 我覺得如果你要訓練一個 你可以直接就使用它 然後一方面你有大量的軍火庫 然後一方面是它的training script 已經幫你寫得挺不錯的 有的時候就是你軍火庫的軍火選得好 你選一個base model選得好的 那你直接 你的結果就直接碾壓其別人的結果 其他的什麼東西都不重要 你就選一個好的base model 這個東西其實是 然後它的training script 如果你初學的話 相對來說 它犯錯的機會比你小 它犯錯的機會比你小 好那另外一個情境就是 我現在想的情境都是你之後 如果你要做一個專案的時候 你要很快速做的時候的情境 另外一個情境就是 你可以先用Psychic Learn的 比如說Random Voice也好 什麼東西也好 快速的訓練一次一個模型 然後你用Psychic Learn可以 或Psychic Learn的NN也好 反正你就全部弄完了 用Psychic Learn已經可以跑了 你確定前後什麼樣都沒有問題了 可以跑了 接下來你只要把那個模型 置換成一個深度學習的模型 就行了 假如這種情況的話 你可以用Scorch 因為Scorch本身就是 它的介面就是Psychic Learn 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Psychic Learn的樣子 然後你的那個 你只要定義你一個模型出來 這是就是PsychTouch的模型 你只要定義你的 IIT跟Forward的一模一樣 你可以用剛才的TIM的 去Load的一個模型進來 也可以 接下來它用這個叫做 neuronet classifier去包住這個module 它這邊就會得到一個 符合Psychic Learn 格式的模型 那你可以net.fit 就可以得到Psychic Learn的所有好處 然後有什麼net.predict probability 這個東西 那也可以整合進來 Psychic Learn pipeline 那這時候就是一個 合適的使用情境 不過我要說就是我沒有用過 我沒有用過這個 所謂的Scorch這個東西 我只是看到覺得好像還不錯 我在不久的將來 會用到它 因為有一些Psychic Learn的一些pipeline 已經建好的 那我會慢慢換成PyTouch的時候 這時候對我來說就是好處了 但是我之前沒有用過這種情境 我基本上PyTouch就是PyTouch 去自己跑 不會有用到這種情境 但是這個東西我覺得 特別是我們前面有教過Psychic Learn 所以有一些情境你可能 可以先用 反正你已經手機的Psychic Learn去跑 特別是像MNIST 那種用圖形辨識 你可以試試看 或者是原來用的可能是一個 Time Series 或者是一個表格式的 而不是圖片的 你已經有一線有模型了 你想要試試看深度學習能不能幫助你 或者你原來就已經用Psychic Learn 你覺得太慢了 訓練起來太慢了 你就用這個 可以讓你加速去使用GPU 那這個是一個可以試試看的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他犯錯的時候 你就比較難改了 我不太確定他有沒有犯錯 我沒有辦法替他下保證 但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可用的東西 我看過其他地方有介紹他 所以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東西 但畢竟他的版本好像是0.6幾的樣子 所以也是自己斟酌一下 也不要太勉強 就發現不對了 不要覺得一定是自己錯 有可能是他錯 有可能是他錯 好 以上就是我們本週的內容 我們下一週的話會繼續在針對Data Loader 還有這兩個recipe其實還蠻重要的 就是對Data Loader 還有Score 就是Data Augmentation Image Augmentation 再做一下 就是這些技巧再做更深入的介紹 所以我們還會有PyTouch 3 這個東西 那下個月的話我們會有兩個特別的課 一個是夜師的課程 另外一個是要請大家實作的課程 我們也會把作業先出出去 就是深度學習的這一塊的作業 出出去 那這塊不會很困難 這一塊我們會請大家做的 就很單純的完成一個貓狗辨識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會再把作業 應該在這個禮拜就會先出 然後讓大家下下禮拜可以教 那以上就是我們本週的內容 記者們在這裡 他打好幾個字 兩個字 打好幾個字 好幾個字 自然 第一 這麼說 福経呢 牠 牠